北美台湾工程师协会NATIA 于11月3号周六 在南湾举办了两大活动 分别是与台湾的科技部等单位合办的 美台高科技论坛 以及晚间的年会与主题演说 谢谢您 所以今年是NATIA 双公司协会第28届 举办美台年会 而且是第20届举办我们的UTHM 美台高科技论坛 那美台高科技论坛 今年的主题是 How Digital Quick Can Builder Our Development 数位双生 数位暖生 包含了把数位化的科技 以及我们的现实的环境 怎么要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这个是我们把AI 就是人工智慧以及IoT 融合在一起 我们每年都有办UTHM 就是关于AI、IoT 这方面的联统会 那今年就是在讨论这个BASTE的退幕 就是窗包 那BASTE的窗包 它的概念 介绍给大家 第一次的窗包就是问题 也有很多 就在我们比如说注重硬体的 它用这些团体的概念把它放进来 再应用到各方面 利用身形 把它传播到各方面 再应用更好 这个活动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 就是在台湾和Silicon Valley当中 它过去17年来 这个活动已经办了17年了 一直是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的角色 因为它不但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能够帮我们北美地区的一些工程师 科学家 或者甚至就是高科技的这些投资人 能够聚合在一起 提供一个很好的平台 让他们有更多的沟通 还有交换那些资讯的一个机会 而且就是还有在很多的这个场合 能够促成双方面的一些 就是我们台湾的高科技产业 跟矽谷这边高科技产业的一些投资合作的关系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桥梁角色 当天上午首先登场的活动是针对科技创业 特别是医疗照顾与人工智能等相关主题 所进行的研讨会及新创公司展演 下午的论坛则针对本次大会的主题 数位双胞胎 以及人工智慧AI和机械学习 智慧医疗创新管理等不同主题加以探讨 晚间则是年会和晚宴 主要报告那天亚协会年度工作概况以外 也邀请到学术界与业界的多位专家演讲 并有音乐标准与摸彩等活动 您两个人 也致不足 你还未必够 不足 不足 有识 5